車智慧後門智慧安全門 然後它就是彈開一些 像是新聞上面不是車智慧後門飄開 然後所以上到一些用路人的新聞 所以我們這款就是防止貨車後門去飄開的一個風險 那怎麼操作呢 就是我們全貨車司機都是一定要手動去操作 那這次呢我們就想說 或許它可以變成一個自動化的流程 所以呢我們當貨車門打開到90度之後 這邊有一個偵測器 就是後面這邊我們內盤有一個偵測器 然後它就會整體感應到說 我們已經開了90度 然後這個桿子就會 會進去 然後踩到那個凹槽裡面 這樣子的話門就不會去升動 然後如果是要到276的話 你也是把它轉過去之後 這個L型 它也跟這個桿子是做擺進 但是因為後面的桿好像有東西 所以就要沒辦法失敗 然後踩住之後它也是就是不會在進床頭 然後就是 它就算是一個很輕鬆的流程 然後後車司機也不會去放機關 因為它已經沒有自動化 這樣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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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度跟270度的固定 對 應該是90度跟270度 90度是怎樣 90度是怎樣 這樣子 打開90度 打開90度 然後再轉過去就270度 這樣子 它靠感測器就固定 對對對 感谢观看